哈喽大家好,我是舞妃场Alessia Gatti 鉴于我之前的直播质量太差了 所以我在Amazon上买了一些直播用的设备 包括我以后录视频的时候我都会用这些设备 快来看看我这次要设备大升级 所以我要录一个开箱视频 刚刚包裹到了 我昨天下的单今天就到 刚刚Takumi在这里晒太阳 所以我给他铺了个毯子 Takumi我们一起来开箱 一二三 砰 这是一个麦克风的指甲 一二三 这好像是一个转换头 然后这个是我要用来直播和拍视频的一个摄像头 我不知道这个摄像头适不适合拍视频 如果不适合的话我还是接着用手机 如果适合的话我会用这个 不过这个直播是很好 会清晰很多 然后这个是一个麦克风 不知道好不好用 我觉得看起来样子很好看 我现在迫不及待要把它安装起来 还有一个这个是 这个什么 哦这个是那个麦克风的那个防 防口水的那个板子 我家猫比较喜欢盒子 我最近都在客厅做事 因为想陪他们 我如果在卧室做事情的话 感觉他们很孤单 下光现在有一点黑 因为外面太阳太大了 我就把曝光涨得很低 然后这一次升级 我想在这里感谢一下我男朋友 如果我不在这里感谢他的话 他一定会很生气 我想感谢他资助了我这次设备的升级 因为我这次想升级设备新闻 我直播的那个就是效果太差了 我平时直播的就是画画或者是唱歌 唱歌很少 大部分都是画画 然后我画的那些画 我目前的直播设备根本就是看不清楚画面 连颜色也看不清楚就是 反正就是只能看个将就 然后我想给给各位观众更好的体验 所以就想升级设备 为了这次设备升级 我就想把GoPro卖掉 然后我换点钱 然后再来买这次的设备 然后可是我男朋友他觉得 把GoPro卖掉太可惜 所以就资助了我这次设备的升级 我在这里谢谢你 谢谢你 你一定会万福的 我买了这个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是用于直播的摄像头 我不知道怎么样 等一下来试一试 然后还买了这个麦克风 因为我现在是用的这种 价值10欧元的这种领夹麦克风 就是唱歌的话会爆音 就是那种声音 我自己当然不知道 但是是别人跟我讲的 所以为了不爆音 我就买了这个样子的 就好一点的麦克风 反正总归比这个好 然后我们现在来开箱吧 我这两个设备也是做了一些功课买的 然后这个是罗技的Stream Cam 然后新出的不知道怎么样 我来打开看看 嗯 这个好像在我之前已经有人打开过了 感觉 应该没人打开过 因为它这个塑料膜还在 然后这里面就只有一个这个本体 然后它这个线够粗的 然后是一个TopC的一个插口 但是我的电脑比较老 所以我买了一个转接头 然后这个是一个固定在那种三角架上的一个支架 我已经就是在这些东西在买之前 我已经做过很多功课了 所以我闭着眼睛都知道他们这些是怎么用的 然后这个是那个三个月的一个软件的兑换码 反正这些我都知道了 什么都知道 然后这个是摄像头的部分 开箱就只有这些东西 我最期待的是麦克风的部分 因为这个麦克风在网上没有太多的评价 麦克风是舒尔的MV5 然后一个小球球 它本来有黑色和红色的那种 就是搭配的颜色 我觉得那个太色情了 所以就买了这个颜色 稍微好一点点 你喜欢吗 狗狗喜欢球球吗 你喜欢球球吗 嗯 这个可不是给你玩的 这个球的重量比我想象中的轻很多 这里可以看到 后面有这个麦克风的一个插口 应该是供电的 然后一个耳机监听口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普通的一些按钮吧 我还没用过 等一下我们来装装试试 然后线的话有一个micro的线和一个lighting的线 因为它是直接可以插到苹果手机里面用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的支架 当然那里我还有一个大的支架 然后我现在把它安装起来吧 把他们都 哇这个真的很清楚欸 我感觉可以拿来平时录视频 看看画的效果怎么样 就在电脑里面 哇这项子颜色全都看得见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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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摄像头就是很灵敏 它是可以挂在这里 就这样子挂住 然后你要把它变成树的 然后你就把它 它这个会就翻转过来就好了 等一下我翻转一下 我得等一下刚刚说明书再转 因为我刚刚试了一下 目前还没转动 因为它很小啊 我想的是我平时画画的时候 可以把它放在我的直播灯上面就可以直播了 然后或者是拿在手上都很方便 而且用电脑直播就是 你可以加的东西也挺多的 所以我以后会用电脑来直播 慢慢专业一点吧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小球球 原来它这个是对着这个的 我刚刚在那里对这个对着我的迷糊起来了 我们来把它装上试试 我正好去我男朋友她 工作的地方买了一个苹果的 那种3.5毫米接口的耳机 然后正好可以把它放上去监听 我本来还有一个另外的耳机 被这个仔仔咬烂了 昨天就在昨天的时候 被它咬成两半 所以我就买个新的 然后这边插上了之后 连上监听耳机 然后这边就可以直接插在手机里面试 但是我目前还在用这个普通的小的麦克风 跟你们听一下这个效果 1234567 12345 现在可以吗 哇哦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我觉得它这个的接电口真的质量做得很差 随时会坏掉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来放这首歌来试一下这个麦克风的效果 乌云在我们心里割下一块阴影 我聆听沉浸已久的心情 清晰透明 就像美丽的风景 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 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声音听起来 我个人是觉得很够的对我来说 然后这个摄像头看起来也很好 给我平时拍摄的颜色还要好一些 这个麦克风应该不太适合直接插在手机上 因为它会有一点接触不良可能是我手机的问题 反正就是一会就有一会就没有 而且就是监听的声音是非常小 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 所以说我觉得它不太适合来直接放在手机上用 所以我还是会保留我那个10欧元的小麦克风 就是在外面的时候用 今天其实就是随便拍一拍给大家看 然后装也没话很尴尬 所以就随便拍一拍 然后我朋友问我是不是想就是全职做这个 采买这些设备 其实不是我就是爱好真的是兴趣爱好 包括我买GoPro 是因为我喜欢游泳 然后我想拍下水下的场景 我才买那个 就是纯属爱好 希望我的频道可以越来越就是 看起来至少就是质量越来越高吧 他才有时间的话可以来看我的直播 每周固定的时间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 然后是直播画画 然后唯独每个星期三是聊天 然后都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钟 然后其他的时间不定时开播 就是假如说我生活中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 我就会一开始开播 不过固定的时间就是那么几天 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不管你们有没有来看我的直播 我都会在这里等你们 然后有时候可能会直播唱歌之类的 反正随缘再看吧 然后我真的好喜欢这个声音 返回来的声音 我喜欢自己的声音 如果觉得我的内容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一键三连记得关注我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你们观看 拜拜 拜拜 这声音太好听了 好想再多听听 真好听真好听 拜拜